第五十四屆廣播金鐘獎 28號就要登場 頒獎嘉賓更是萬眾矚目 跟流行音樂節目獎 兩項大獎 不僅如此 從歌手轉戰選秀節目主持人 尼佑嘉也順利入圍 要跟前輩級大哥們角逐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項 開眼頭不可怕 我要遇過一個整什麼 你知道嗎 整什麼 對 像是憲哥和陳漢典 以及露露主持的節目 也有入圍 尼佑嘉、蕭敬騰 還要和曾國成、黃子嬌、蒲學亮等人 一起角逐奪金 另外像是客家妹陳明珠 新科台語金曲歌王流氓阿德 也是頒獎嘉賓 你知道要去介紹那個台語 流氓應該是 其實不敢 廣播盛會即將在 國父紀念館登場 眾星雲集 外界都很期待 這新聞綜合報導